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广州队这边现在给到的是一个替补的整体的名单 这和此前整个球队在轮转当中的选择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再来看一下首发 著名镇 陈英俊 田宇恒 李延哲以及郭凯 刚刚镜头一进来看到了这个著名镇 这不知道他有时候乍一看总感觉是外援 确实小柱他这个混血的体质总是让人傻傻分不清 有的时候一看就一想这广州不是没注册外援吗 但是这一看是纯纯的咱们国产的 镜头一扇来先是给到了老将希热打到目前场均13.8分 5.8个篮板 8.5个助攻 但是希热的整体的手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并不是特别的好 这是给到了上一场比赛发挥相当出色的贾明如 在上一轮与这个广煞的对决当中 贾明如全场比赛得到了15分4个篮板 而且是替补出场的 田宇恒本赛季获得的出场时间相较上个赛季也逐渐增多 比赛马上开始 率先先是一个简短的双方的入场仪式 今天这场比赛的对决其实对于目前的双方 或者说尤其是对于童希来讲的话 更加的怎么说呢 关键吧 因为双方今天都是全华班出战 包括在此前的童希的四轮比赛当中 开局稍显不顺 是一胜三负 上一场比赛就是输给了这个山东队 当然了上一场比赛 其实同期这边还有一些小插曲 就是万胜伟受伤没打 王子瑞发烧了 也没打 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回来之后 看看样子 刚才王子瑞个人状态应该还是不错的 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 对阵广州 双方把这场比赛的胜利 看看谁能收下来 那么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今天的 时代中国广州 这是他们的主场 广州相对来讲的话 开局阶段打得还算能够接受 你怎么办 志望陈彦 志望哲伍 志望新宿 志望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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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望成 志望振 志望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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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接下来请前期 一首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广州队这边的打到目前的一个战绩情况 是四轮比赛截止目前和对手同期是一样的 同样都是一胜两胜 广州这边相对来讲要打得更好一点 两胜两负 在面对山西和北控的时候 这两场比赛广州都是拿下了比赛 99比97击败的山西以及102比98击败了北控 这是今天的三位裁判老师 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与广沙的对决当中 广州队在进攻端迟迟打不开 全场比赛只得到了67分 而上一场比赛全队得分上创的只有两个人 分别是田宇恒和贾明如 陈英俊上一场比赛的发挥可以说相当的尴尬 外线的三分球是七投零中 整体的投篮是十五中一 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归来之后 陈英俊的手感能否找回来 能否调整调整 变得稍微好一点 当然我觉得对于他个人而言 应该是已经把上一场比赛忘掉了 这场比赛可能会更快地投入到 比赛的对决当中 但是从场上球员的经验上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还是广州这边经验更加丰富一点 但是这两个球队也有一些比较相似之处 就是大学生球员都比较多 甚至在场上有很多 我们说双方对决的这些学生之间 可能都是曾经的对手 或者曾经的师哥师弟的这种关系 这场比赛我觉得不仅是 CBA两个球队之间的较量 也是前COBA球员之间的一次对决和交手 再来看一下首发 王旭 横一峰 孙明阳 赵百庆及西热 这是今天整个同西这边的首发名单 而在广州这边 陈英俊 祝明镇 李延哲 郭凯 天玉恒 在广州的这套首发名单当中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双方在历史上一共是有过16次的交手 其中广州是9胜7负 上赛季呢 双方是一共有过4次交手 广州是3胜1负 从整个对决的心理层面上来讲 广州的心理优势要更加的明显和强烈一些 那么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也是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 看CBA上咪咕视频 选新仪好物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满100-15专场投资当中 点击视频下方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购物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高 我们在看比赛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去到我们的咪咕商城 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各个球队的周边商品 好的 比赛正式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摆盒 为您带来的21-22赛季 常规赛的比赛 今天对阵的双方分别是 时代中国广州与南京同袭着光 身穿白色球衣的是 时代中国广州 而身穿深蓝色球衣的 就是今天的南京同袭周光 那边第一攻啊 内线连着面对三个人的包夹 这球是被吸热断的时候 自己直接顶着陈英俊来 差一局阶段第一攻 广州的战术布置得非常明确啊 就是打到对方的这个内线当中 但是这一次吸热在下快攻的时候 好像顶到了陈英俊了 这一下看着好像顶得还挺疼的啊 这右肘是直接打在了陈英俊的下巴 上线连续的两个手提手 把自己攻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跟他对位的赵百青啊 也是大学生球员 第二阀 球员今天这场比赛在内线对决上 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可以和各位分享一下 也不算故事吧 先来看这次进攻被断下来之后 广州打反击 没有太武的机会 还是落阵地 我们看吸热防得非常好 不给陈英俊接球 迫使其他人去做这个playmaker 王旭分过来给到横一锋 自己突破 面对两个人被封盖 篮下 快速推进到前场 自己直接撞开之后打进啊 赵百青在面对陈英俊的这一次对抗当中 是直接被顶飞了 喜热和孙明杨要一个挡拆之后 所以说孙明杨上个赛季是效力于广州队啊 这也是首场面对救助 看看他的发挥怎么样 其实今天也是今天的一个看点 这是赵百青主方郭坎 刚才我想说的就是这两个球员 其实以前在COBA的赛场上是 同样都是效力于广州队 只不过郭凯进这个CBA要比赵百青 早很长时间 孙明杨第一时间上线 没有选择投啊 这个是他的位置 其实无论是广州队的 这几个内线球员谁 对于孙明杨而言都比较熟悉 知道在什么位置他接球 可能说他出手的概率比较大 再给出来 这球陈英俊把这球拨出了边线 好嘞 看球 孙明杨 兜出来之后 传这球给到孙明杨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两个前北大下游之间的 这个内线篮板球 赵百青也是当仁不让 抢得非常凶 回来之后 刚才我又一想 这场上北大的球员还真多 祝明阵也是北大的 这是吹的孙明杨一个进攻犯规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球员之间非常熟悉 尤其是广州队对于孙明杨也熟悉 孙明杨对于广州队也熟悉 所以这种彼此之间在场上的小博弈啊 很多 陈英俊杀进去给到跟进的郭凯造成了犯规 这球其实第一时间啊陈英俊打得稍微是有点无私了 自己是面对一个空狂 没有选择直接去上篮得两分啊 想要给郭凯找找手感 第一阀应对第一阀风 第二阀没那么受众 场上比分5比2 广州三分的领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还是跟裁判之间 有一个交流 分上来 来看这一次相同的位置 孙明杨 还是没能命中 今天在这个位置 两次空位的机会 都没能把握住 这是想杀一回马枪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在对抗上 其实赵百青 还是顶不住郭凯 分过来 来看洪一锋的外线 弹道是稍微歪了一些 内线今天双方的对决 相当的激烈 这是换上了擅长发挥 相当出色的贾明如 天忆恒换下 休息一会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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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加油 希热 在寻找外线的机会 来了 希热 他现在这一手 炸球之后的横移 外线出手 三分九的命中率相当高 陈英俊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 突破了一个 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 陈英俊还没有投过篮 同期这边是把刘东拿了上来 应该是把孙明杨拿下了 上了刘东 这场上就有意思了 刘东以前是来自于清华大学的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曾经的队友 当走向更高的舞台之后 就可能会变成对手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变成队友 就是曾经的对手 走向更高的舞台变成了队友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也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回来之后同期守了一个全场 也是消耗了一下 广州这边过半场的时间 王旭队上陈英俊 贾明如说外星要一个三分 正准抢下篮板球 我们听到场边 应该是同期替补习在说这个篮板球的事情 这个赵百青你让他去防正准 咱说真是为难赵百青了 就正准这个经济独立 在CBA也算是有一号的 CBA的几大 咱们说绝技 正准的经济独立 张标的歪霸 这都是令很多观众朋友们 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 再来看一下 点一下之后 这像极了诺维斯基啊 连这个出手的手型都很像 上线阎雾 面对两个人的包夹 这球赵百青真硬 这是要打一个战术啊 来看 底线 是掩护之后 给正准制造一个机会 一位又打刘东 相同的招式 是给赵百青和刘东 各上了一课啊 抢篮板 下来这一下 抢顶进来 没有太阳的机会 流动的中距离也没有 抢篮板啊 下来这一下没搂住 同期这边啊 没打多长时间 又是做出了一次 场上的换人调整 拿上了12号孙宗孝 上一场比赛是得到了10分 西转又是一击外线 展美如罗 这个位置有些尴尬 三秒 三秒 那么看这个情况 王子瑞应该是发烧还没好 今天可能登场的可能性不大了 因为从开局这8分钟左右的时间轮转来看 后卫线上王旭 包括和这个西车一直在搭档 然后也没有上这个王子瑞 一般到了这个时间段 应该是会做出后卫线上的一个换人调整 这是给到了双方本节的一个三分球的对比 同期这边外线七种一样 那一个应该是西车投进的 再往里给 给得漂亮 上线大哥的球员打这个挡拆之后顺下 然后再给 咱不得不佩服啊 就是童西这边球打得好 主要还是因为什么 一方面是身体素质 另外一方面学历高啊 对吧 这可能是咱们说霍南指导 在签大学生球员的时候 所想到的一点 普遍球伤比较高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教练讲战术 一变就能领悟 赵白惊吓啊 把孙明杨再拿上来 同样啊 广州这边也是做了一个环人调整 第一套没进 第发没进 队长全场好 maison 牵手 三位 我来发 我来发 广州把齐昊彤也拿上来了 现在是李清祥齐昊彤都上 这也到了第一节的轮转时间了 孙苗低位 转过来左手又被郑正给冒了 这球郑正准都没跳 又是右侧横移之后的三分出手 比分咬得很紧 郑正准瞄了一下篮 李清祥面对熙热之后 挡斋过来 这是刚才那一次 右侧横移之后的三分出手 这边又是准备把投手李清龙拿上来 住民阵得到四分了 石appelle 四分 Nothing 这是由于两个人提前晋线 曼曼这球给了争球 应该是王旭和蒋明如吧 那这样的话也不争 不用争 直接是同袭的球权 万线大延误之后再换回来 嘴出来 王旭 走步了 上一场比赛 王旭的个人发挥 也是相当亮眼 砍下了31分 但是即便这样 还是输了 输给了山东 这是洪旭峰在上 王旭下场歇会 李清强也拿到了自己今天上场之后的第一分 两阀全中 18比14 第一阶比赛结束还有2分18秒 第一阶比赛结束还有2分18秒 第一位打李京龙 刘东 差一点把这球抢下来 但是这边传球失误了 齐小彤 就发出来交给西热 回线 踏板认为这球 没有碰到郑准的身体 但是希勒一致认为 这球碰到了 我们一起来 先来看一下这个 慢镜头 这个角度看 他确实是砸到了郑准的脚上 又是要位 第一位面对孙明杨 今天已经是军训了 没看表 今天已经是前面军训的 刘东和赵百青 面对自己的老队友 没看时间 这几名咱们说大学生球员 真的是越来越出色 其中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在同系队 可以获得很多的出场时间 刘东得到四分了 一分仍然咬得很紧 一分的分差 断下来了 这一下 这一下怎么说呢 孙中笑抢得很好 但是恒一风那儿 注意力感觉稍微有点不集中 还是 应该还是广州的球权 好 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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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之后 童夕好像是 把手的一个联防 二二三联防 二三联防 上线人惊人 转过来 这钩的角度太大了 这钩的角度太大了 准备自己来 转过来被帽 这球帽的实际 齐浩彤掌握得非常好 找到右侧 李晶龙空位的三分机会 帽头剑 这么来看的话 今天这场比赛 西热会打得比较累 还是得回到西热手上 七秒了 四起直接都过来 要一个三分球 熊熊孝又是把这球抢了下来 哎呦 横一锋这球传的呀 感觉两次了 他这个注意力 并不是很集中 西热一看没有好机会 还是自己来吧 抢篮板的时候 应该贾明如 有一个小的犯规 是先出了 巨迹 一颗冬队 看起来 什么问题 脸额 来 齐浪 一颗走 来 起来 走 好 这边就这边就这边就 好让 伐进 现在的话21比19 两分的分差 第一届比赛 五秒钟马上结束了 快速先把球给到前场 这边右侧直接一个三分球 压少命中 齐浩童 齐浩童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齐浩童出手 非常的果决 而且这球明显能够感觉到 在面对对手的封盖的同时 他是故意把自己的这个 出手的弧度调高了 来看一下第一届整体的数据统计 三分球的话双方差一个 十五数的话五对五相同 在整体的命中率上 其实相差还是有一定的 同期这边今天外线手感 除了稀热一个人 其他人感觉并不是太好 而反观广州这边 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 百分之七十五 手感相当不错 看完整个第一节 双方现在是24比19 广州领先了同期五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五分的分差 同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且今天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同期后半段 继续打的时候 他后微线上的这个体能问题 如何来支撑 看样子 王子瑞今天应该是继续确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王旭 西热 这两个人如何能把整个 后微线撑起来 彭一峰今天出场九分钟 没有得分 群卷得到了四分 三个触风 外加一个篮板 包夹的非常及时 但是这一下也是先犯规了 眼球发出来 还是找兜出来的李晶龙 三分球没投进 连哲一看自己抢不到了 先往处拨吧 把球拨了出来 这球最后十个李晶龙亮枪打中 好 孙明杨 中距离没有 前场篮板 可惜呀 手势滑了一下 过尔强指导在唱边的这个指导的声音啊 非常大 来 这一下连拨没接住 来看反击的机会 前场四打四的机会 直接自己选择左手 来了 五分的分差 五分的分差 都出来了 陈英俊这边 自己一个摆脱进来 二加一 这核心力量相当不错啊 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种情况 横一锋 选择的相对来讲不是太好 要么就不犯规 对吧 要犯规 你这个位置已经是卡不到身前了 两发中一 分差来到七分 凶小兜出来 再给来看这一次 算命该有了吧 还是没有 李晶龙抢篮板的推陣犯规 手地手过来 好 去转身 现在自己来一个高的抛头啊 没抛进 陈英俊小马达 这是涡轮增压 直接是一个挂档S档 小跑车 迅雷不及掩耳 再来看一下 自己拿下篮板球 就是往前冲 当然这一下 也是同期整体回防 落位的速度 相对来说慢了一些 你看这根本拦不住 李彦哲又给前面挂了一下 好家伙 苍龙出海 我都会看 我只帮你把他扶走 在这边听说 在对此说 你把你放在我眼前飞我 落日与我 我们是个人 能想遇到 不够记忆 看学到很久 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来看暂停回来 怎么调整 同期这边第二阶上来 这几分钟打得并不好 重心非常低啊 陈英俊压的 陈英俊压想拉回 要一个三分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 但是这球应该是先出击 这球上是有点汗 李京龙是拿衣服想擦一擦 九分钟分叉了 这边上了李宏鹏啊 下了横一锋 确实今天横一锋这发挥 有点不在状态 上李宏鹏呢 最主要的还是想把自己的外线 投射啊增加一些 因为现在场上从目前来看 孙明杨手感不好 吸热呢 你也不能全靠他一个人 因为他在组织端还要 倾注比较大的这个注意力 所以这个时候把李宏鹏拿了上来 这边好像是 郭凯落地的时候 听场面的裁判说出血了 看看是怎么情况啊 应该是擦了一下有可能 哦 球衣这背面都染红了 上了郑准 来看郑准两次发篮啊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郑准这个发球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 郑准 郑准 这边同期再做换身调整 上了刘东 现在场上应该是 刘东和赵百青两个人 搭档内线 这是打一个三后卫的阵容 被断了 围挤 这球是直接给了李鸿鹏一个围挤啊 北区路围挤显得非常不满意 再来看一下 这球其实主要还是流动了 凸得太深了 而同期队我们再来说 场上换上三后卫的阵容 一方面是 因为场上现在整个同期阵面五个人 是能够把速度打起来的 王旭 西热 赵百青 刘东 李鸿鹏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阵容 机动性很强 但是与此同时呢 大家的弊端就是在阵地的进攻当中啊 你说想从内线往里去硬凿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说实话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围体犯规 因为李鸿鹏一没露腰 对吧 二没有就是 说阻挡在你的进攻路线上 只是把自己的胳膊伸开 这是在反复地回看 我个人感觉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 维体犯规 最三 两个罚一致 还是维持了原判 结果没维持原判 李鸿鹏上来 什么都没干啊 领了一只围体 显得很委屈 那这样的话分差越来越大 33比21 两罚拳击 两罚拳击 过去的一分三十多秒 广州是打了一波8比0 这个8比0的数字还有可能会被继续拉打 在这个回合当中 又是陈英俊突进来 今天这种突破啊 突了三个了 都是挡拆之后 这个没有人上来延误 没有人去轮转 哎呦 这个配合啊 让我想起了上个赛季 希瑞和摩尔特里之间的这种配合 如果是摩尔特里的话 这个球希瑞只需要往空中一抛 接下来的留给摩尔特里就可以了 这边童希再做换人调整 这是把刘东换下 换上了赵天忆 希瑞这球真高 还是被干扰了 全球 解决的 哎呀 面对四个人被切掉了 来来来 他真不好 我给hmm 他要把这种东西 玩给你 全球 他还帮你 说不话 他呀 你不买 李银哲下场休息一会儿 上线两个人 赵天忆也没有太好的机会 赵百青三分球仍然没有 打到现在趁一节将近五分钟 同期只得两分 就是突然之间陷入了进攻的一个低谷 李银把溜的时机没有 稍微慢了一点 王旭转换的机会对抗之后左手 这球应该是同期的球权 在宇恒给王旭的压力特别大 这促使王旭失误开始慢慢增多 没打击 没打击 广州这边再做惑人调整 贾明如上场 跟李银下场休息一会儿 十五分的分差 同期这一节只得到两分 外线的三分 李银鹏没投进 齐小彤第一位面对赵天忆 在经验上可能赵天忆相对来讲 比齐小彤还是要更丰厚一些 十五分的帝国 参加封 秦静 过来之后上线齐晓彤 非常大的空位的机会 今天齐晓彤个人近俩三分了 那么同期这一节 打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分 得了 得了 只得两分 不好意思 停球了 你看这一次外线 篮板球正好落在了 赵百星的手上 自己直接来了 造成了犯规 看到贝奇罗维奇很不满意 确实 这球队打到现在第二节得两分 这任何一个主教练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也能看出来 就是当我们说 在整个同期后卫线上少了王子瑞 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确实球队在进攻端和组织的时候 会显得更加艰难 因为这个赛季 把王子瑞牵下来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方面帮助希瑞 分担一下持球的这个压力 因为希瑞是可以打五球的 当王子瑞在场的时候 整个同期的进攻 会相对来讲更加顺畅一些 这就是这种赛季的赛季 齐小彤个人得到6分 来自两个三分 一个是第一阶结束时候的压哨 另外一个是刚刚的那一次 空位的湖顶三分的机会 加罚也有 这样的话 如果第二罚命中的话 分差双方将会来到20分 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差 下半场的话 同期就会更艰难了 很可惜 第二罚没法进 还是上线给挂一下 又是被断了 李清祥 漂亮 齐小彤再拿两分 这球李清祥传的也好 上线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广州这边 战术非常明确 就是西若你一旦打挡拆 我是肯定要上来延误你的 因为广州 郭志强指导这边非常清晰 只要把你西若掐住了 你这个球队接下来的得分 也只能是零敲碎打了 你从上面往下走 你从上面往下走 他四号位 吴挺佳 来了 下李鸿鹏 看看吴挺佳的登场 能不能帮助 同系这边 把外线的感觉 拉开一下 现在看恒与峰这次外线 终于 终于是来了 来自于中国矿大的吴挺佳 来自于中国矿大师 之后执行两次罚篮 两发全进 分差来到了20分 44比24 黄玉峰的突破 又是被齐浩彤给干扰了 盖了下来 突进来 篮板球 想下来之后 这球打得漂亮 星中肖内线一打三 广州这边叫了个暂停 桌上这个人 我今天就休了 那是会进来 这类似的 比较方便宜 还会香港那 wrapping 也就是又猜口 就像一变 其中一个人 说 那么 一个大狼 垂下来 也就会 垂下来 拿去 垂下来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这个九分啊 我刚看了一下 也是拿到了自己的赛季 生涯新高 因为打的也不多 重要是新秀 还是没看表 这个咱们看啊 在场上 希勒是又当爹又当妈 得分组织 就是场上活脱的一个指挥官 因为确实啊 球队年轻球员比较多 都得靠着他来做整体的这个布置和指挥 齐小彤再拿两分啊 得到十一分了 自己的职业生涯 应该是首次上双 吹了 住民阵的一个犯规啊 齐小彤 第一位做赵百青打了一个 又是挡开之后 盐窝 还是没有 你就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童馨是球基本打不到内线的 根本是攻不进去 继续给到齐小彤 全拉开了 给他一个人打 活全玩出来了 第一位外线三分 中距离的这个两分球啊 今天齐小彤打的是相当出色 半场已经得到了十三分了 前二男板摘下来 小彤一打进 即便现在场上领先优势非常大 你能够清晰清的 在场边 这个郭志导 还是非常严厉的 这也是能够看出 其实广州这个赛界 肯定还是想冲这个季后赛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如果想冲击季后赛 那就必须要 我们说每场比赛 都要按照季后赛的要求 来要求自己 再来看看刚才这一次 这替补席上的老大哥 陈英俊也是相当激动 给小老弟加加油 郭凯得到七分了啊 今天自己的罚球是十中八 郭凯下 齐耀彤下 上李彦哲和李京龙 西哥 险些被李星强给切下来 这球 走开嘛 我来我来我来 给我来 不知道 这是 非常不满 你能够看出来 郭志导对于在场上 每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都非常严格 流动 爬进 手一二一 出界 那么这次同袭 我们说突失冷箭啊 手一二一 令这个广州猝不及防 李清强失误 又被换架 还是上陈英俊 确实陈英俊在持球上 肯定是整个广州队当中 最稳定的那个点 反正比赛两分钟 防徐还是赵 其实这个时候啊 还是我们说同袭有一些机会的 要抓住李延哲 移动偏慢的这个劣势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 做一些文章啊 因为在现代场上 从双方实力上来去对比的话 李延哲这个点 应该是同袭最好抓的一个点 就看能不能利用 能不能抓住 我们看刘东非常上的位置 去做挡拆 西哲 要的一个三分球没有 这球救了回来 征球了 这种情况是要征球了 祝健宾 孔芬 孔芬 总 孔芬 孔芬 这边是很大的空位机会 哼一风出手就短了 你看每一个回合流动都会上来做挡拆 其实还就是抓住了李彦哲 移动慢防不出来的这个特点 针对性已经打出来了 但这个时候就是分差太大了 分到右侧 三分球多框而出 李彦哲抢下来 压时间打半场的最后一攻 但是脱手了 看能不能救回来 还好王旭比较机敏 这人是没换没来得及换 那么半场比赛结束56比32 在中国广州带着24分的领先优势 结束了半场比赛 这半场比赛 尤其是第二节风云突变 尤其是前半段 同期这边怎么打怎么都没有 就是头不进 30比13这是单节广州 打出的一个数据 而且打到至今的话 同期全队还没有人得分上双 得分最多的是西热 得到了8分 而广州这边两人得分上双 分别是陈云俊和齐浩童 齐浩童打到目前得到13分 三分球二中二 投篮六中五 效率可以说非常高 一起看一下双方半场的一个数据统计 广州投进了五个三分球 确实今天他们的手感更好一些 失误数上的话是9对10 其实9字失误对于广州来讲 可能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好接受 双方的整体一个投篮名中率 确实广州这边还是略胜一筹 那么我们也是稍稍休息 待会儿回来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订阅等待会儿说 二等一只 小小小小小小小 你请先休清准 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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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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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给到双方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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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白青打到目前为止得到6分 来看一下这次的罚球线 这也是他今天第一次站上罚球线 第一罚 定中 感觉从第三节回来之后 同期这边其实我们说从进攻端 但是说要比第二节好太多了 第二节打得相对来讲要流畅一些 中文阵第一位再往里给 自己选择攻啊 两分打进 传球失误了 不着急啊 还是落下来阵地 这边李延哲 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哲反跑啊 来看郭凯的半截篮啊 这是他的强项 这下陈俊是拉手了 亲手好吗 三个人 三个人 这下陈俊是拉手了 球球 我们这时是交流的 它的安排 好上陈俊是拉手了 好上陈俊是拉手了 右后 cell phone 时间是拉手了 好上陈俊是拉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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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这个手了 这下陈俊是拉手了 凸进来 这球第一下感觉想扣啊 然后还是把球放进了篮筐 但是回防啊突然慢了 看这第一下 飞起来之后是想扣 第一罚 罚进 替补西藏的赵燕满和李金龙 把两罚全有 68比41 27分的分差 同期今天罚球还是做得不错的 9罚9重 还是往里掉 但是这种情况下 想要去挑战李延哲的高度啊 是先打手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不错的帽啊 感觉是直接帽戴了球上 但很可惜啊 今天孙明杨这整体的手感 确实不好啊 三分球投不进 罚球也不进 这是今天整体 所以打到目前为止 同期的第一次丢罚球 第一个罚球就丢了 两罚不进 孙明杨打到现在还是零分啊 能选择自己投 这球 这球 这球出名阵 其实是出来机会 上线手一连防 散开之后还是往里给 哎哟哟 李延哲这球啊 太可惜了 主手的鸭子到嘴边啊 嚼着一口飞出来 孙明杨面对自己吸着的队友 李延哲转身过来 上刘东 看还是吓谁啊 把孙明杨拿下来了 确实啊 今天他这个手感 可能让被帅难以满意 还是把刘东拿上来 刘东的发挥钱 确实要更好一些 这边赵柏青 非常机灵啊 这球 打了一个对手 我们说注意力不集中 自己从中路插上 两分多少 这边回来陈英俊还一个 这个半截狼是他的杀手锏 他的武器库当中最强的武器 这个半截狼 还有就是一手极精的三分球 自己抢下来 二加一 刘东非常强硬 让小伙子看的 比如说挺文静的 但是球风很硬 他这个前场篮板能力 也比较强 一看是助名阵 直接选择往里打 把郑准拿上来 原本啊 这个赛季郑准是准备要退役的 但是广州这边还是觉得 郑准作为老将啊 作为广州这支球队的这个功勋老将 或者说是 我们说更衣式领袖这样一个角色吧 还是没有让他飞 郑准备再打了一个赛季 郑准备再分 助名阵的外线 没投进 但是自己有板 面对两个人分出来 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空位机会 这球弹了一下啊 进去了 冲西能不能抓一个反击的机会 采反没想事 犹豫了 犹豫了 好在是进了啊 王旭 对于湖鼎命动一季三负 支持导致 马走 难 bubble 大半球 快球快球 快球快球 来 来 来 这裁判和贝帅有一个交涉 同期继续守全场 上一次他们守全方是 成功断掉了球 守连方回来之后 防守换了一个连方 摆脱开李金龙的三分 投偏了 再给右侧 还是没有 但是抢篮板有犯规 这球分出来 场上比分73比48 嗯 第一下节奏非常好啊 这球 哎呦 但就是不进啊 节奏啊都非常棒 点起来往前一步 记者 来场能不能把握出这次机会 哎呦 头一个 嗯 三不沾啊 权军转身过来 哦 这两个人 等着要正准 有限当了 一将中备 神军转身过来 面对刘东还是有下 都有正准正准 是真准啊 三分 再进 正准得到九分了 投篮四中三 同一封直接选择面框 攻框 刚才郑准这次出手 郑准这一次没能命中 此前他在左侧是命中了两个冲头 当时我都说了 军训赵百青和刘东一人一个 但是回来之后换到右侧 这次没劲 当然也可能和不是经济独立有关 李清祥时间还剩8秒 李经龙转过篮 有篮下看这球擦板怎么给 姚明是今天在场面看这场比赛啊 球权还是给了腾系的球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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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办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这个角度看 其实不是太好分辨李清祥和刘东 到底是谁碰出去的 李清罗三分线外一步远的位置 再拨出来 往里传 这次打得有些乱 北风又是冲起来顶开 上篮感觉力量上没顶住这一下 反而回来还自己赔上历次犯规 给齐耀彤换下 歇一会儿 正准面对孙明杨直接要篮啊 吴云峰外线三分 这球投得干脆啊 上孙中笑 这球李清祥塞得漂亮 见缝插针啊 这把底线呢 孙中笑溜上来啊 接熄热的传球 两分打进 第三节比赛结束 还有最后的两分四十五秒 也基本上临近尾声了 二十五分的分叉 展明容直接自己来 这尾尾尔困执着了 再和裁判讲 这拉手了 这都不追 裁判一想 你都领先这么多了 这尾尾尔困执着了 这尾尾尔困执着了 再和裁判讲 这两分的分叉 这尾尾尔困执着了 这尾尾尔困执着了 都流离了 主名阵子 把竹鸵们拿上来 把竹鸵帧放了 把竹鸵群放了 都是竹鸵群的 竹鸵群的 注意进攻时间啊 漂亮的转身啊 但是最后终结这一下 没找准准心 这个变相进来之后 也是想见缝插针插一下 但是这一次真偏了 转换的机会 孙仲孝面对两个人往里杀 造成了郭凯的犯规 李延哲重新回来 来看看这次孙明杨啊 终于投进了自己今天的第一个 这次孙明杨的长两分 陈英俊的外线头长了啊 打在了后沿上 第三届比赛最后一分钟 孙明杨 真热打铁 孙明杨 自己进来 小抛头子 两分再进 还被李延哲冒了一个 还被李延哲冒了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 陈英俊吃球要压时间啊 这一攻如果打完的话 大概能给陈英俊留 五秒钟左右的一个 第三届最后一攻的时间 啊 被断了 时间更多 两分没进 哎呀 压哨的两分球啊 应该是算了 看裁判这个手势 这个两分应该是有效啊 这样的话 三届比三 打完了 啊 广州这边 仍然 几乎倒是厉害 来 这个角度看一看 这球到底有没有 倒是 出手 哎呀 这个角度看啊 啊 你说这球算不错 因为零的时候 这球好像还在 孙明杨的手上 啊 你看 这球还在手上啊 还在手上 这球还在这里 这球还在手上 还在手上 这球也在手上 这球还在手上 没进去 第三节的话 我们看整体这个得分 应该是同西比广州还多得了一分 27比26 孙明杨那两分有效 双方第四节的比赛马上开始 赵百青今天得到了12分 三个篮板一个助攻 投篮是9中5 他也是今天同西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 希热打到现在是已经出场了33分钟了 相当于三节比赛 希热只休息了3分钟 一上来孙明杨外线发弹 双方现在分差20分 广州这边 贾明如 助名阵 陈英俊 李延哲以及郭凯 是他们今天首发阵容 一上来孙明杨外线 我不是不练了 他aje方的 你怎么会的 你怎么会通到 他觉得他在前面 你怎么会通过 看 随着 我也能不能在 你怎么会的 他就都会 他就会 他就不玩了 他就会 感觉这球稍微是犹豫了一下 时间 时间不多了 只剩4秒 呼吁有漂亮啊 祝明镇 顶住了压力 今天已经得到11分了 刘东转身进来 有身高上的优势 自己再强面对 两个人 先让篮板抢下来 这球确实贾明镜犯规了 这球传出来之后还是找西乐这个点 赵百青今天的第三次外线出手还是没能命中 此前两次也都是没进 这是大哥的球员上线持球 底线连续的跑动 给郭凯制造了一个空位的机会啊 郭凯三分命中 这球进了之后 郭凯很开心啊 面露喜色 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次外线的出手 如果说郭凯把自己的这个三分球能力啊 在开发的更咱们说透彻一点 郭凯会变得更强 他现在空间是不是局限在三分线以内一步啊 这样的一个距离 就有点类似于浙江的这个张大宇 但是他的这个攻击范围 可能比张大宇要再往后多一步啊 张大宇更多的是在 罚球线这个位置的这个中距离啊 手感不错 背帅 压力也大 手上这么多年轻的小伙子等着他带 好在是有稀热这样一个老将啊 能够给他提供一定的帮助 尤其是在场上 郭凯今天已经得到19分了 9个篮板 正负值17 相当高的效率 也就是代表着当郭凯在场的时候啊 广州队是竞胜了对手17分 上线挡拆之后再传 这是曾经 呃 西洛和摩尔特里打的 非常多的一个战术 实物数十三对十二 广州的失物比同期还要多一个 利用失物的这个得分双方都是同样的 十三分 好球 两分入仗 90比62 二十八分的分叉 就这场比赛九分钟的时间你说同期追二十八分啊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进来之后 今天赛前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过就是双方内线的队伍 还是广州这边更占优势 因为李延哲这个点非常高 你也能够看到他今天连续的送出封盖 无论是对于孙明阳还是对于赵百青 想要过他这一关啊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Borja 直接拔起来要3分 打开 抢三板 就是反规 郭凯 下场休息一会儿 这和场边的哥们还是队友 还有一个他们说互动 这样情况下应该郭凯可今天可以提前休息 打卡下班了 漂亮 连折篮下再拿两分 分差越拉越大来到三十分了 马仙三分 没中 甩得非常漂亮 这一下人道求道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横一锋六贩了 离场了得到八分 今天也打了一段时间好球 但是有一段时间个人状态有些不在线 哥们这第一盘没有 横一锋下了之后 这边被刷把李鸿鹏再次拿上来 还是希望更多的寻求李鸿鹏外线能够开一开 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钳制一下 广州这边广州这边的外线防守吧 让空间会变得更好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铜锡这边只要拿球进了内线 少则两个人上来多则就是三个人 你这再强的人一打三 这也不是人人都罩那样的 你能不能进来之后 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铜锡外线的空间要更好一点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内线只要一拿球啊 两三个人上 手里手这个王旭 要个三分啊 也是没有 还是歪 李鸣鹏的三分球 仍然没有 好球 这球的节奏啊明显是非常不错的 传导的很流畅 王旭终结的也漂亮 被切了 但是李鸣哲还是能抢回来 来看看李鸣鹏的三分球啊 没有 那李鸣鹏感觉手感也不好 差很多 场边应该是 童家骏啊已经等待上场了 那么可能说随着 小匠童家骏的这个上场 广州这边基本上 宣告本场比赛 我们说先提前收兵 先提前收兵 小匠童家骏 又是这个位置啊 再进 周明镇直接攻方 王旭也要三分 这是 抢来板的时候拽了一下 嗯 童家骏啊 登场了 年龄非常的小 只有18岁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个 CBA的这个比赛 当然这也是他的CBA首个赛季 18岁 1米9的身高 发育的非常好 这也是他的CBA首个赛季 发育的非常好 有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打这个CBA 你打一个赛季 还能长个 对吧 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你像这CBA的 NBA的这个 胡人队的塔克 对吧 一个赛季打完了 长了5公分 来再分过来 这次王旭 王旭还是依然延续了自己此前上一场不错的发挥 三分球也是外线慢慢的一点点 打到后半段 开了 西者得到了8分 十个助攻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王旭也不在场的时候 不能够帮他分担一定的这个压力 那确实西者可能说在得分和助攻上 一定要做出取舍 这边 前一军 踩着三分键投一个 篮板球又是李彦哲摘下来 连续的争强 王旭这手够快啊 刀的是真利索 好球 这球没打进 就是想湾 打他 应该是城代的 忙太多 在想湾 分得非常漂亮 来看李静东的三分 没有 直接找到了快攻的机会 还是一个二加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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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 继闭 几次 我们调�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小伙子究竟上限有多高 96比74 全场比赛结束最后的四分钟 徐晓彤自己要位之后 二加一 李彦哲 这打起自己昔日的大哥是毫不手软啊 面对孙明杨 郭志老还在指导这个 齐晓彤把刚才篮下的这次进攻 能够看出啊 李彦哲他这个力量 确实在今天夏天感觉有所增强 尤其在这对抗上 包括篮下强起的这一下 要比上个赛季的他好很多 龙旭 外线三分出手有点偏 还是想找李彦哲啊 这一下给的漂亮 一下一看没太好机会啊 再传 该有了吧 我说李彦彦他是一个投手啊 如果连续的不进 其实也挺上球的事情 这给到本节啊 同期进了五个三分 孙明杨在本节开始的阶段 帮助同期确实没少进 流动 这个胳膊长了 又是一个节奏上的变换 这球广州也没想着犯规 陈英娟绕过挡拆还是要三分 这两场比赛 他的这个三分手感啊 确实迟迟没找到 希勒这球传得漂亮 二加一啊 这是人道球道 球领人 传得非常好 老将啊 对不对 毕竟是老将啊 来看这球 非常舒服啊 正好接球转身这一下卡在了篮下 嗯 广州这边 还是啊 让小江 继续登场 同家郡 刚刚是换上场 打了一分钟又下去了 然后现在又上来 一次 一次 哎 打了吗 可能啊 有 快快点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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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之后 有些紧张啊 能感觉出 助命阵 三分没有 那么这样的话 本场比赛 胜负的悬念啊 虽然说还有一分四十秒 应该是已经不大了 孙明阳再进一个三分 98比85 13分的分差 突然就追上了 刚刚是把赵燕满换了上来 同夕这一个全场是消耗了 七秒钟啊 过这个半场的时间 过去的两分多钟 同夕打力波11比0 团阳俊再分 来看这次右侧被干扰了 又防下来了 长两分 最后一分钟 那么基本上是可以提前恭喜广州啊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收获了自己开赛至今的第三场胜利 董家俊被刘东冒了 还是往前给 刘东转过来啊 两分打进 比赛马上结束了 更多的注意力 清楚给他上线啊 但是底线这边是漏的空了 直接一个传球 撕开了全体的防守 八分钟的时间 平息最后一攻 孙明杨打进来啊 还造成了一次犯规 刘东还抢一前二篮板 两个前二篮板 那看这球算不算啊 那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广州队 继续收获了一场胜利 但是现在不知道最后 刘东这个球算不算啊 算了的话 就是100比 这个90啊 不算的话 就是100比88 结局是已经 改变不了了 就是现在看是结局这个输多输少的啊 赢多赢少的问题 这时候已经零了 应该是看了一眼啊 应该是不算 不算 那么这样的话 最终全场比赛的 比分是100比88啊 广州队拿下了 本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收获了自己赛季 至今的第三场胜利 确实这个赛季的广州队 成长很大 在郭志导的带领下 球队各个方面啊 包括内外线的这个配合啊 硬度啊 防守啊 有着明显的提升 而同系队啊 确实球队还处在这样一个 我们说培养新人的阶段 可能说胜负对于他们来讲 并不是最看重的 球员在场上的拼近 和球员在场上的表现 或许是主教练和经理 包括球员之间更注重的 因为确实无论从经验啊 各个方面差距比较大 来看一下齐昊彤啊 16分 六个篮板三个盖茅尔 这是他啊 这个赛季 赛首个赛季的生涯新高 得到16分 但是我相信 对于齐昊彤自己本身而言 这个16分啊 也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对于他来讲 接下来的篮球之路还很长 一起最后再来看一下 双方全场的一个数据统计 篮板球的话 广州有优势啊 然后失误的话 我相信今天广州 是不能接受的 15次15 同期12次 双方的一个整体的命中率 后半段同期 凭借着孙明杨的优秀发挥 把这个三分球命中率 是提升上来了 那么全场比赛的解说 泽鸿也为各位带到这里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